在华山基金会志工协助下 92岁的李老奶奶把尤彩玲再吐饱全身 直说很好玩 你看这个有漂亮吗 这家童话有漂亮吗 这个造型可爱又淘喜的瓷器吐饱 是由创世基金会推出的爱心商品 由于疫情及通膨双重影响下 专责植物人照顾的创世基金会营运非常辛苦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因此申出元首认购兔 帮助植物人家庭减轻负担 在与基隆长龙桂冠合作举办兔宝在意卖活动 需要号召社会大众与企业团体把可爱的兔宝带回家 让爱与祝福无限延续 我们张龙发慈善基金会觉得可以跟创世 还有华山基金会一起来办一个兔宝送卵的活动 我们觉得非常有益 那我们觉得创世基金会藏起来就帮助这些植物人 那华山基金会就照顾一些老人 那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张龙桂冠的力量 把这个爱心传播到社会上面去 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社会上更多有爱心的人 一起来做相关的爱心活动 这个供应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是身为这个基隆在地的一个饭店 那我也希望由我来引起基隆在地的这些百姓 那一起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公益 创世方面表示照顾植物人一餐就需要50元 因此对于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与金融长龙桂冠及时援助非常感激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其实对我们创世基金会 全台的创世基金会其实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植物人安养经费 不管是饮食或是卫生用品的部分 其实都是影响非常的大 账款也都减少这样子 那明天又刚好是我们的 19周年 满19周年 要迈向第20年的怨庆 那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就感谢他们就是 13万看我们可以 我们就是我们的餐食是 一餐是50元 那一天是六餐是300元 所以他可以提供我们 2600份的餐食 所以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非常大 这就是我们学中送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爱又讨喜的兔保限量100份 每组饰品还附有祈愿卡 让民众输血后 掉挂在饭店大厅的圣诞树上 一卖所得将在12月23号 全数转正给创世基隆分院 协助创世照顾植物人 不保传爱 吸手送完 记者张其腾 接下来我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开转弹